曾因说他们陪以想办法修补乌罩造成的通宗 那人界 不知现在是什么情形 我并无王辟邪的能力 辗转从人界过来又回去一次 如此并花费了不少时间 阴下已经是你昏迷之后的第十二天 阴伤大人不是被想 王上 你终于醒了 该好好躺着休息 怎么可能再睡得着 现在情况如何了 城内大体上已经稳定下来 昨日北渊海那边派来了使者 希望我们彼此都别再妄动 这样似乎是带领自己的部下私自前来 而近日里北渊海不知何故 有些内乱之相 他们不想在此时多生事端 他们之前怎么不说这话 北落 你醒了 你的伤有没有好一点 我听云雾月说了 谢谢你和其他人愿意过来 你 你别这么说 如果不是为了燕灵 我和几位师兄 还有燕灵全城的人 都是受了你的大恩 他们来的时候就说过 哪怕再魔狱舍掉性命也无所谓 只要能帮到你们 不用如此 那现在光明也的屏障 究竟如何了 已经修复了 这么快 天鹿城大阵的主体只在城中 光明也的布置非常少 那里依靠的 还是树袋辟邪积累下来的力量 将空间强行做出区隔 乌赵的手法说来并不复杂 大概是因为时间仓促 他让魔族按照他的指引 破坏掉光明也之外 特定位置的一些山石河流 造成风水骤变 最终致使屏障破裂 但宜山填海这样的事 魔可以做到 辟邪也可以做到 我就告诉他们 要怎样在光明眼内外 做出布置 我的几位师兄 对阵法之术 虽然只是稍有涉猎 却能够很清楚地 传递我的想法 这样 辟邪分成好几个小队 同时去做 自然也就快了 明白了 天鹿城暂时无余的话 我要去一趟人间 无赵多半已经回到了那边 这个距离 他也耗去了不少力量 接下来不可能再把自己 置于魔狱这样的险地 王上 您该留在城中好好养伤 天鹿城的危机 的确已经减缓许多 我不知道 今日人界可见的流星 是否有了什么变化 从九殿前开始 魔族异变的情况骤紧 但无论如何 您的伤 不用再说了 我准备一下就走 王上 您 您没有发觉自己的腰力崩溃了吗 如果 这一刻就可以杀死吴昭 就算让我当场化成灰烬 也无所谓 王上 我知道您无法尽心休养 但是您可以愤怒 却不要过分自责 辟邪全族皆可为战 而人族对魔 却极无抵御之力 您并没有做错什么 这原本也无关对错 而且最终还是因为您 大多族民 才能够毫发无声地站在这里啊 正月不 杨卿姐是不是去驯风坛啊 啊 她那么仰慕玉林大人 现在一定很伤心 王上 好好养伤 是清少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送给我最尊敬的蓝象大人 还有其他所有的天鹿城战士 等我长大了 也要努力保护弱小 保护我们的王城 火焰的颜色变了 据说王亭上的火焰 象征着每一任辟邪王的力量 再往此后 他不会马上熄灭 而是可以继续燃烧很长时间 直到新王的力量 真正覆盖了天鹿城和光明夜 新的火焰燃起 颜色也会随之改变 你是在安慰我吗 事无完满 我只是想说 无论如何 天鹿城的确在你的庇护之下 这原本就是一座永京战火的城 即使没有舞爪也一样 在过去的那么多年月里 比这一回更大的危机 并不在少数 或许 是我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刚强 最令人痛苦的 甚至都不是战斗和死亡本身 而是我必须要在那个时刻 亲手做出一个选择 你知道吗 笔剑输给玄哥之后 我打定主意 就算今后有一天 我要为了这座城而死 也绝不会为了这其中的任何一个辟邪 欢喜 悲伤 毕竟他们对我来说 比末路还要不如 可渐渐地 和我想的不一样了 所以 就算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王 也会竭尽所能 让吴赵和摩付出代价 皇上 依商大人让我过来 给您打开空间之门 您现在虽然勉强还能动用妖力 但请尽量以休养为上 多谢你们 我暂时不能往返摩语 你们回来了 听说你的家乡出了事 也和污赵他们有关 现在如何了 危机暂除 但伤亡甚重 如果之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谢了 不晓得这些天里 这边怎么样了 又有一城出现了魔 死伤无数 好点的消息 是杨平这边昏睡的人都醒了 另外大规模的流星已经停止 魔的力量也减弱了 如今多数门派均有长老出身 加上军队配合行事 眼下看来 情况没有变得更坏 我们选了两三个地方突破入城 发觉里面仍有一些活着的人 都在睡梦之中 就赶紧把他们带了出来 打算晚点再去梦给旧人 没想到随着流星止息 他们中的许多人陆续醒了过来 是不是只有燕灵 直接打开了空间通道 我们仍在救援之中 但几乎可以确定像你说的那样 其他城镇明显和燕灵并不相同 如今最大的担忧在于魔出现之处 若是不在城中 而在得同那样的小村里 我们便不能及时发现 灾难是否仍旧基于中州之地 暂且如此 你听过百神祭所这个地方吗 从未听说过 这是 若有人手 可以分出个别 去这上面标出的地点 先以探查为主 有些什么 或许会是魔族 黑莲 甚至是得同山林那样的祭坛 前些天马山口那边 也发现了一座玉石基坛 同眼下的事有什么关联吗 还不好说 也许是个破绝的奇迹 最好把基坛保护起来 你们要是再有什么发现 记得告诉我 一定 北洛 你怎么会有这张图 不惜说了 我想去一趟无赵的墓里 有重要的事 或许有办法 进一步验证 这场图上的地点 那我就不多问了 会尽快安排人手 还有个事情 你们知道一下 中州一地 不少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 忽然之间都失踪了 而且 这已经是前一段时间的事了 混乱之中 很难为注意到 为什么是风水先生 难道 是污障 非常奇怪 却不是偶然 你们都在啊 摇曳湾那边 惊天轮 惊天轮好像发生了变故 祭灵族让我们来求助 我去看看 祖长带其他人进去前说过 不如魔戚一出 我们剩下的人再去也只是送死 必须寻找别的助理 你们知道惊天轮离是什么样子吗 留下来的大多都是族中灵力较弱的 不被允许进入其中 但族长说过 惊天轮离的梦事关重大 一旦崩溃 人界恐有极大的灾祸 可我们总不能就这样不管他们 哪怕要进去拼命 不 你们留在外面 封灵霜这样安排 自然有他的道理 祭灵族也不能全投进去 何况 万一梦境再有变化 也需要你们在外应对 不可能找不到的 依照鬼师说的法子再去找 谁要敢逃 下场就跟之前那人一样 可是算来算去 这地方都被我们翻遍了 是你们自己太蠢 若不是人手不够 谁会有你们这些蠢货 石灸 不要那么多话 另外 怀情不见了 你去把他带回来 看不出那个胆小如鼠的 不生不小 竟然敢逃 跑就跑了 五赵 你之前在牟狱受的伤还没好 我们不用为了这种闲人 再费心思吧 还是先找到西灵城更重要 他再不记忆 你是怀家的后人 那就交给十九好了 到现在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那个人竟然还不出现 你又如何知道他不曾先身 你是说 我想让你去一趟百神祭所 不过你要答应我 若是在那里不易行事 就先行退避 尤其不要与那只辟邪多做缠斗 那辟邪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了对付他大动干戈 甚至去了魔狱 我会告诉你 可我说的 你也必须做到 好 我答应你 这里的魔忌 非常强 虽然看起来都是下斗的 但比之前异变的那些 还要强得多 你们看那边 我们往那个方向去 一路上搜寻寄灵族的踪迹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梦 如果这被人的梦 有这么多的东西 怎么会变成什么的走 你先前受的伤 我 这里看熟悉 你自己会相信 那里面有特别之物 靳云没有告诉过你 百神祭所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有熊纠建百神祭所用以祭神 天下各补足皆知 你是说 这其中另有乙情 不错 你可知道它的所在 仅仅听闻过在守山之中 确定 确实不知 那些魔都往山上去了 一刻也不停留 恐怕 是冲着天上那团灰色的云气 确实不知 这里 这里 这 全是魔盒 这座山里 有人在猎杀魔 这支箭 是不是在渭水建卢破阵的那个人 箭是一样的 在无知国的梦境里也出现过一次 我再说一遍 离开这里 这山上 是我和我妻子的家 外来的都滚出去 这些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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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继续 你刚才说什么 还是不行吗 魔区已经变弱了 他自身的精神 不再理你了 只能 这些消毒 需要时间 这些消毒 這次要打兩次了 這次打完好像還會打一次 他暈了 進去 我 快 盡你的力量以後 我 厉害 一下子全都消灭了 你身上有极重的伤 似乎已经伤及神魂 这个我没法治 只是让你好过一些 多谢 不必 是我成了你们的情 想不到有一天 我也会被这些怪物迷了心智 真是凶险万分 你 名为轩辕 我没有名字 我们以前也没见过吧 没见过 怎么会有人没有名字呢 这座山上 住的只有我和我的妻子 又不会分不清人 那你们一直住在这里吗 总是对着这些魔 你是说那种怪物吗 他们总想着要从这上面出去 出去以后是哪里 另一个世界吧 就是你们几个来的地方 你们的身上有那边的气息 那岂不是说上面就是这个梦境的出口 我要是通过了就能去到现实中 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允许的 你在这里见过寄灵族啊 他们的族长叫做风里霜 你说的那群人我知道 他们没事 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 我要去看看我的妻子 山中简陋 就不找到 等等 你知道百神祭所吗 我们来的那个世界里也有了这种怪物 我想到百神祭所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我可以带你们去那里 就当做是报答了 不过 我要先去和我的妻子刺别 免得她挂心 有了 这个人 如果真的知道百神祭所的地点 就算不是姬轩园 也一定和姬轩园有关 祖先 我该不是在做梦吧 不对不对 我的确是在梦里 这个人也是寄灵族啊 如果他就是寄灵族所在梦境真正的主人 应该已经活了很久 无法断定 但他的神魂之力浩瀚如海 不可窥测 他要是和我们一起去现世中 没关系吗 精神强大至此 便是分神在人间也是无碍的 久后了 你和你妻子一定很恩爱 我们走吧 什么地方 总不会也没有名字吧 赤水 这条河叫做赤水 皇帝赤水遗悬珠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你将西陵掩藏起来 还是被我找到了 若是我让这座城重见天日 又会如何 大人 既然您已经得偿所愿 就可以把我们放回去了吧 便是如此 虽然不知道封组长他们去了哪里 但应该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那我们也只能继续等下去了 北洛 是不是现在 就要去那个百神祭所了 先回阳屏一趟 要是能遇上零星剑 我还想问问眼下如何 现在街上都比以往冷清了好多 这是何物 这个不就是钉耙吗 看起来十分奇特 打造得也很清晰 莫非是厉害的兵器 不不 就只是种地用的 这边一排 很多都是物农的工具 听说附近有村阵出事了 神火营两千五百人已入中州 既然扬平情势稳定 我也打算即刻奔赴奢旗 请道长您多加珍重 修行之人太少 否则本不该就这样 让你们去面对魔族 道长严重 家国有难 不敢牺牲 听闻燕岭有岑氏女 以微弱之身守住家宅 保下城中多人 以少女尚有如此血友 我等君中之人 岂能落后 何况这一回 还有博物学会改制的灵火冲 我们早也收养了 定要让那些怪物有来无回 那就助你们齐开得胜 那个人是 京城神火营的军士 博物学会 已经和军中工匠 一同为他们配了两千只灵火虫 一世之间竟能做出这么多 实在是情势紧急 等不了 所以这批灵火虫 做得并不讲究 只是用原有的军中火虫草草改装 也几乎不计较零食的消耗 我们按你给的地图找寻 果然发现了山林村落之中的魔和黑莲 这样一来 修行门派的人手也就更加吃紧了 当然也找到了另外七座祭坛 有四座已经因为日久年身完全损毁 也就是说只剩下古作 我们还遇上了守护祭坛的人 差点没打起来 守护祭坛的人 两个家族一家都因一座祭坛 他们是表亲 说是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 每一代的子弟中 都会有一些人负责保护祭坛 他们对百神祭祖了解多少 恐怕比你想得要少 若这些祭坛是轩原皇帝时留下的 那实在过去太久了 他们家族内的传承也已经不再完成 也或者当初就是各有分工 他们仅仅知道自己必须守住某个地点的祭坛 而这些祭坛一旦释放出灵力便是强大的兵刃 但也说不清如何为之 你先前说的有办法 难道就是要利用百神祭祖的力量消灭魔物 不错 我知道的也只是灵星的东西 或许可以问问这位 这是 他没有名字 这样说起话来好像的确不太方便 若要有个称呼便称我为长柳了 长柳 好名字 据说皇帝当年用的真梦之法也叫这个 可惜已经失传了 怎么 我哪里说错了吗 没有 接着讲百神祭所的事吧 百神祭所内有九井 每一井中都有古时一位强者留下的少许力量 若有同样血脉的后人 则可以激发出祭所续称的灵力 九座小祭坛也会随之变化 古人竟还建造过如此厉害的东西 可要到哪里去找这些后人 是当年的强者 时间紧迫 知不知道是谁也都来不及找了 到时候岑莺一起去 眼下在杨平 或许还能找到另外一个人 谁 刘兄 怎么是他 他是戴族的后裔 而戴族是晋云的母族 我想当初在百神祭所留下力量的人之中 不会没有晋云 想不到刘兄的家族血脉 也可以追溯到这么远之前 这样吧 岑莺 你带着这位 在城里休息片刻 我和云屋月 这就去找刘兄 也好 那些道士的福到底灵不灵呀 在梦里 我又梦到了他 太岁上的意念 竟是这样前往 你的精神力不弱 但也要谨慎为梦境所累 我会留心的 不是 是问我吗 我小时候偷偷溜进祠堂看过一本书 因为这个还被我爹揍了 总之我这人记性好 读了就不会忘 那本书里说假如天有乱象 刘家子弟可以来守山寻找解决之道 杨平的事 还有隐约疯传的妖魔之事 可不就是乱象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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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的 有种怀念的感觉 走吧 我在想 玉碑碑碑的蚊子一开始不出现 是不是客的人 并不想他们被所有人看到 因为按理说 威西寺和法针的布置 也没有太大关系 肯定是这样 你瞧不少故事里 重要的东西 特别的东西 都不可能一眼看穿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整个本身的细所 就是神神秘秘的 那么 成其利刃 以为以争 是说人族 必须不断征战吗 并非要主动征战 身怀利刃 可不是 但如果手无寸体 便是任由宰格 对对对 我也看过书上说的 好战而亡 无武一灭 明王之治国 在于上司万兵 下不废物 其实 就是居安思危 明皇忘亡 这不正是 家国长存之道 哦 我有些明白了 啊 尽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在身处 离这里不远 怎么回事 应该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 我先去看看 你们在这会稍等平安 残魂 空铜山的风光与永雄输意 令静云看得入神了 童有山岭 轩辕秋一手南宫 此地却是全无防备 先人有术法 自然不用在意 今天还要听那广城子讲道 听他讲道 有何不好 颇多有数 这天地之间 无疾无心 无疾无道 本不需要其他任何人的道 因为你是静云 才能说这样的话 上去吧 今日原本 就打算向仙长辞行了 听闻斩三师之法 也不算没有收获 可惜 轩辕秋无人修行 何必如此在意 便当作一开眼界 也没什么不好 而且跑步又快 我二人是来向仙长辞行的 两位天资非凡 当真不愿入我仙门 只能谢过您的错爱了 我明白你们所想所判 但世界万物生而有数 强弱之分亦是天地 正因如此 我等才要竭力修行 化去凡身 步入仙徒 所谓仙人 虽也带了个人字 却已经是天差地别 仙与人 走的路终归不同 我始终笃信 并无横强横弱之力 可人寿苦短 又能何为 或许十年不可 百年无成 但千载之后 因会有所不同 仙长寿术悠长 千百年在您眼中 不过弹指亦会间 思我与晋云 最多数十年 就将化为尘土 那您又何妨坐卧云端 静观尘还三千年 替我等看一看 百代之后 仁族究竟会去往何方 是星是衰 是存是亡 我与在此开山立派 望千载岁月后 我的门徒 与轩元秋的后人 仍有相见之急 果然在这儿 昨天我收拾了一个 沼奏的家伙 他说我和你 是怪物带着只小怪物 不过这么说 也没错就是了 我问过吴赵 他说没亲眼见到 也不能确定 你是什么妖族 可他告诉我 妖的寿命 总归比人的 要长久很多 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了 你就忘了我吧 好好活下去 你要变得强大起来 可不要再随便 被欺负了 可惜 我见不到你 成为大妖的那一天 总会忘掉的 如果还没有忘记 只是因为时间 过得还不够久 算了 不提这些 说好了今天将你认字 你看看 这就是天上的云 也是我名字里的一个字 明明 名字是很重要的东西 不能再 我不能给你去命 我不能给你去命 不过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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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自己起个名字 不过以后 不过以后 可你自己起个名字 你為什麼要去極霜而不來西陵呢 你看 這裡已經完完全全變成了一座死塵 靜靈兒 你就不要西陵 你和姬勳元 導致姑娘真真地看著這座城 令我同時代見 走 太適一天 最 ketten 太適合 太適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已经是世间强者 一定要说的话 人力终有不可及 而且我虽然出身西陵 却也没有那么在意两族之别 我只是想逐渐 您这样说 会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盟居吗 可不要把我们放在一起了 我无家无子少有牵挂 而他却是所求太多 害人不浅 既然今生已是如此 那么干脆就截然孤身 何必再去拖累别人 禁云大人 您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不错 好了 请您先回去吧 我要仔细想想 这一回的锻造该如何下手 趁着还有几口气在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 多谢您 我可以可以用了